哈喽 各位亲爱的观众们大家好 我们是 哈喽 兄弟 那个这期视频是这样的啊 是这个小鱼给我提供的一个素材 主要这狗子没素材了 啊 这期视频的主题很简单 就是在我们福州 之前我们是测评过机器红 然后还有一个海底捞 我们以小众品牌对比大众品牌 然后我们机器红呢就点100块的 然后海底捞呢也点100块的 我们对比一下他们两家到底谁更阳心一点 先点海底捞好吧 点十份这一个调味酱 101块 我们现在这个 下面贝注啊 兄弟 对 忘了贝注了 飞鱼第一次玩这种系列 有点激动 是啊 本来这是新子的系列 但是今天给他砸个场子好吧 老板您好 我点了十份芝麻酱 请老板随机配送一人套餐 感谢老板 口味不限 现在我们在点这一个 福州本土的GG红火锅 它肯定也有芝麻酱 有啊 它芝麻酱 点50份 点50份芝麻酱 随机帮忙配送一人套餐 哎 哎 你好 你好 这边那个 瘦骨还比捞这边的 哎 哎 你好 哎 你好 李先生 哎 有看到您在美团上面下来个单 对对对 你这边需要十份芝麻酱吗 我点了十份调料 但是你按照这个金额 跟我随机配送餐品就行了吗 那您看这样可以吗 我们那个系统上有个青年套餐78 让我额外看一下 您的这个金额上面 看来给您再补点其他的 也行 可以可以可以 那您这个的话有没有什么忌口 我没忌口 口味不限 喂 你好 哎 那个帅哥 就是你这边点了什么 我都看不懂 你这边点了50份 50份什么芝麻酱吗 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随机帮我配送餐品就可以了 好不好 你喜欢吃什么菜呢 菜随意 就是你 你们觉得就是 能给我配送一百块的就可以了 你觉得性价比最高的 就是你们店里 哦 哦 好好好 按着你们那个性价比最高的来哈 对 一百块钱的是吧 对对对对 哦 没事没事 哎 好了好了好了 对吧 这不是完成了吗 我们看一下这一个两家的这个火锅店 哪家的性价比是最高的 只点外卖来说啊 当然并不是去那个店里去吃 对因为我们就是总是看了很多 比一些大博主很有钱对吧 嗯 上千块钱 上万块钱都有 哎 我们就以小钟的那个口味来测评一下 是的 好吧 好了各位观众们们 咱们这个外卖已经到了啊 这一包是本土火锅 积极红的 这个是全国连锁品牌的海底捞火锅 同样都是一大包啊 我们把它全部打开 看一下它到底配送了什么样的餐品 我们先看这一个积极红的啊 本土火锅品牌 嗯 哇 这么多啊 是啊 一百块 哇 全是肉啊 金针菇 海带 肉 肉 面 这个应该是山药吧 山药 面筋泡 生菜 豆泡 这个是什么 猪肺 猪肺 这是岸臣蛋 然后四包小料 再看这一个开底捞的啊 我感觉这个包装都不止一两块钱 这个包装都很贵了 开底捞啊 一包清油的火锅底料 这个的话就十多块钱 肉 土豆 金针菇 还有白菜 岸臣蛋呢 香肠 这个是瓜果 这一份小菜 牛肉丸 面 还有三包小吃 一盒芝麻酱 一二三四五 五个 这个 十多块钱 算他两个 算他两个 七个嘛 七个嘛 这十一个 大家觉得是哪个性价比比较高啊 可以在公屏中把它打出来 我们就不多的评判 在这个分量上 谁高谁低 应该都知道了 因为海里头这个点的是套餐 所以很多呢都是拼牌 其实也可以了 一百块钱 要什么镜头 那我个人觉得 因为从小就开始吃这个鸡鸡红 所以在去吃海底捞的时候 感觉都没什么区别 你没什么区别 其实你还没发现问题 他昏的好像也是只有三样嘛 这他多少样 多少 蛋卷算昏的 算算算 两盒肉 对三样 四样 还有牛肉丸 牛肉丸 五样 鹌鹑蛋 六样 六样 而且这个小菜 贼齐全 辣椒 蒜蓉 蒜麻酱 葱花 所以说本土品牌就是本土品牌 你说他的话就两个 两个 餐具也不给你 还有一个 这个 其实我尝试的火锅也挺多的 但我还是更倾向于这种 鸡鱼红是吧 比较有市井的感觉 如果飞鱼有时间的话 我带你去打卡一家 就是我小时候吃的马拉汤 它跟我们平常的马拉汤完全不一样 可以可以 小碗的那种 如果关注我小碗的话 本土品牌突破五千 好吧 五千 五千再多了 这突破三千就可以了 三千好吧 然后让他带我去吃 来 放包 金油料 吃 芝麻酱 来 来点蒜 辣椒 两层花 嚼一嚼 哎 就好点 辣椒 高点 哇 香醋 干净 芝麻酱 干净 大蒜 干净 红油 nice 不要 nice 不要 这个两个人200块是真的 无敌了 兄弟们 哎 无敌 我跟陆迪嫂夫人去外面吃 起码三百块的大饼 还猪肺 没有人不吃掉 这个肉其实涮一下就好了 好吃吗 熟了不 熟了 可以可以可以 味道不错 嗯 就感觉这个火锅底下不是很好吃 但料啊 我们调的料是真的香 哎 我给你调教我的 哇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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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还有一点辣 兄弟 哇 现在真的爽了 按常语来说的话 这些200块钱够四个能吃 最主要这个鸡鸡红的 我感觉两个能吃 绝对能吃饱 一等五十块 啊 肯定 可以 我们两个呢 其实吃不了太多 因为小鱼呢 最近在减肥 我们就留一部分啊 就留一半 给他们吃了 然后大兴因为现在还在睡觉 忙得很晚 所以说他睡的比较晚 剩下的就留给大兴 还有剪辑师他们吃了 我们吃的不多 好吧 看他就猪肺好了 好了 猪肺 今天确实也给大家小小的测评了一下 真的我觉得还是那个 鸡鸡红的性价比更高一点 又能吃爽 又能吃饱 那咱们今天这一个视频呢 就拍到这里结束了 说实话啊 性价比 还是这一个鸡鸡红本土品牌的 比较好一点 当然咱们就不提那个线下服务了啊 对于外卖 咱们今天就说外卖的 好 那么咱们本期视频呢 就拍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记得为本期视频点上一个赞 我们是鸡鸡红的视频 下期再见 拜拜